阿弗陀佛阿弗陀佛 阿弗陀佛或者阿弗陀佛 阿弗陀佛阿弗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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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念佛 这个净土法门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基本概念就好了 佛陀讲经说法 四月九年对不对 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 是不是佛法很多很多 你看我們經除那個大藏經多到不行 那可是這些我們都惡洋心態 覺得那個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 對不對 佛陀說法所有的法門呢 只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這個叫淨土法門 這個叫一種 這個叫淨土門 另外其他所有的法門 叫聖教門 那還有幾種名詞 淨土法門叫什麼呢 異行道 很容易行得到的異行道 那麼其他所有的法門叫什麼呢 南行道 南行道 那這異行道跟南行道是龍術菩薩說的 他是瑟加摩尼佛之後 七百年出生在印度的大菩薩 他說這個南呢 就像你要出門去 你走這個路 古代要走路很辛苦 他說你會遇到盜匪啦 會遇到種種狀況啦 叫南行 所有其他的法門都叫南行道 那他說只有淨土法門叫異行道呢 就跟你走水路坐船 他說你也不用花力氣 你往船上一坐就到了 這南行道 異行道 還有一個稱呼 印光大師說的 淨土法門叫特別法門 其他所有的法門叫通圖法門 普通的通 路圖的圖 通圖就是說 什麼叫通圖法門呢 不管你修哪一種 我現在解釋給你們聽喔 你們都知道有什麼禪宗 綠宗 對不對 密宗 對不對 還有研究經典的那叫教下 譬如說研究華言經的華言宗 以法華經為主的天台宗 在中國有八大宗派 那在佛陀的說法裡面 淨土以外的 全部都屬於這些叫通圖法門 那這些通圖法門的特色是什麼 全部靠你自己 全部靠你自己 一個階梯 一個階梯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 一個煩惱 一個一個煩惱的斷 一直到你所得煩惱斷靜了 正阿羅漢了 出三界了 再往上 再去斷 成沙禍無名禍 再去做菩薩 再去成佛 那麼這個時間 叫通圖法門 不管哪一種喔 不管哪一種 那這個時間要多長 非常非常非常的長 那麼對於佛來講 我們今年說三大阿僧琪節 其實不止的 三大阿僧琪節是一個形容 這麼長的時間 你才有可能成佛道 這個叫通圖法門 那淨土法門叫特別法門 是為了我們而設的 所以你們要有信心 很多人沒有信心 我不可能 我怎麼可能去 就是為我們設的 怎麼不能去的 在人間我們叫什麼 普羅大眾 我們就普通老百姓 對不對 現在叫什麼 小資女啊 就是我們收入也不是很好 平凡老百姓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 那麼佛的慈悲 釋迦摩尼佛慈悲 阿彌陀佛慈悲 就是看到了 廣大無邊的這些眾生怎麼辦呢 他沒有能力修通圖法門 修不到 修不到 他光是在那邊輪迴 輪迴不出來 你要他什麼時候解脫生死 什麼時候成佛 談不上 所以才特別 劈了這個淨土法門 那我這樣比喻好了 非常容易懂 譬如說 其他的法門像什麼呢 都是七星級以上的豪華大酒店 好 一個晚上呢 住宿費 美金一萬元起跳 請問你有資格去嗎 我消費不起嗎 很簡單 我沒能力 我們常這樣講 我們沒能力 我們消費不起 他好不好 很好啊 乾不乾淨 乾淨啊 設備總總齊全啊 很好 問題是我消費不起 好 那麼現在 阿彌陀佛這個呢 是超七星級的 黃金打造的 大酒店 跟你說 一個晚上多少錢 不用錢 好 眾生開始懷疑 真的有可能不用錢 要一萬美金啊對不對 人家對 你買東西的時候 告訴你喔 譬如說一樣一雙鞋 我這個賣一百 這家賣一千 你會買哪一個 很多人會懷疑 這一百的一定有問題 有瑕疵 要不然就裡面一定品質 不良 才賣一百塊 看起來一樣 這一百一千 很多人去買一千的 這是眾生很容易懷疑 你不相信 現在阿彌陀佛跟你講 我是超西星級 我全部黃金打造 我的 連馬桶都黃金的 對不對 有一個富有的人說 他連馬桶都黃金 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不用錢 住都不用錢 你只要 很高興想要來 你願意他進來 信願 你相信我 你歡迎喜來 你就可以來 可是我們 站在門外不進來 為什麼 我們懷疑 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這個道理 這是淨土法門 叫特別法門的一個 最主要原因 那麼還有什麼比喻呢 他完全靠佛力 不靠智力 我們剛才說所有的法門 要靠什麼 靠自己的力量 那麼很多人 我們昨天講給 其實給這個義工 已經開示過一回了 講了一個小時 那麼其他的法門 譬如說你學經教 我們會崇拜什麼呢 哇不得了 這研究華人經的咧 這研究金剛經的 這研究法華經的 了不起 對很了不起 問題是 你研究這個經典 你沒有辦法透過研究這個經典 解生托死 問題只是在這裡 我昨天跟大家講 假設你是智者大師 你送法華經 送到要王菩薩本願品 曾經經 世民 曾供養 入定 完全通達 釋迦摩尼佛的教法 因為法華經 而開悟正果 那你可以說 你如果你認為 你跟智者大師的功力水平相同 好 你去研究法華經 那你可以成就 沒問題 那我昨天跟大家講 你跟六祖會能大師一樣 只要聽到金剛經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聽這句話就開悟 那你去研究金剛經 因為這個法門 你可以開悟 你可以解生 解脫生死 你可以去 不是法門不好 是因為這個法門 我們修不到 那所以我昨天故意問大家 請問送過金剛經 那個時候很多人要舉手 都不太敢舉這樣 明明送過很多 因為我講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沒有一個人開悟的 對不對 我也沒有開悟啊 我們聽了多少遍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半點感覺也沒有 哪裏有辦法 六祖會能大師那個根器 懂不懂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金不好 這個金有什麼不好 非常的好 問題是 你研究這個金 你送這個金 你達不到解脫生死 還有禪宗 這是最多的公案 我們都很 中國非常風行禪宗 可是問題是什麼 古代 我們不要講現代喔 現代沒有 我們敢講 因為這是祖師講的 印光大師是大士之菩薩 大士之菩薩 你們信嗎 信嘛 是不是 大士之菩薩說的 不可能 現在有人這樣子 震悟的 古代我告訴你 就算大策大悟 沒有震喔 大策大悟 跟震不一樣 大策大悟的大禪師 只要有一點點 見思或沒有斷 一絲 叫做一絲沒有斷 不能出三界 就要再來輪回 這樣的例子 太多太多了 所以 定光大師說 這叫第三世怨 怨 怨家的怨 為什麼叫第三世呢 你這世是大禪師對不對 好 你沒有出生死 可是你福報很大啊 你修得很好啊 敢 第二世的果報無量 有的做宰相的 這真的 像我昨天有說 秦快也是 燕蕩山的僧人嘛 好 有的是 聰明俱惠的 像蘇東坡前一世是五祖界禪師嘛 好 第二世是這樣 還好的 可是第三世呢 就沒有了 第三世 因為你第二世想福 完全忘光了 也沒修行 那更墮落 那何苦呢 你一世的精進 你換來只有 下一世 短短幾十年的 榮華富貴 那最慘的 我講 真如得禪師 下一世是宋徽中 還被金人抓到 金人的國度去 最後老死在那裡 名為做皇帝 一生就苦 因為都在內外 內外交間之間 最後還被你的敵人 給擄到他的國家去 死在那個地方 那麼 他是大禪師 他是當時的大和尚 他燒出來那個設立子 不是只有 身體燒設立子 連他穿的衣服 都燒出來設立子 那麼我們會不會崇拜這樣的人 可是沒有了生死 怎麼辦 沒有了生死 就要再來 所以 我剛才說的是一個 教下的 就是研究經典的 不管你研究華顏經 研究金剛經 研究法華經 研究任何一部經 都屬於教下的 那麼中就是研究禪中 做禪的 你沒有 解脫生死 都沒有用 如果你說 我有辦法跟六祖一樣 我禪中 那你歡迎你去修 了不起 真的我們還希望 多一個六祖出來呢 就是很不容易 就是這些法門 我們做不到 懂嗎 這些法門我們做不到 為什麼佛說慈悲 因為他全佔佛力 我昨天做一個比喻 什麼叫仗佛力 很簡單 就如同我們去101大樓 我們要搭電梯 我們那個大電梯 是全世界有名的 我記得是速度 好像全世界第四塊的 好 你要去景觀樓到八九十層樓 對不對 好 要搭這個電梯 我們搭電梯 那當然他也有樓梯啊 任何大樓都還有樓梯嘛 好 我們淨土法門 仰仗佛力 就是搭電梯 什麼意思呢 比喻給你聽 這電梯裡面坐了哪些人 就是有的很厲害的 就是世界奧運 奧運冠軍的 馬拉松冠軍的 也有在裡面 那麼天生殘障的也有在裡面 坐輪椅的也在裡面 腿都巨亂 躺在床上的也在裡面 好 還有一般呢 也沒有去健身的 就是這個大叔啊大神啊 這種沒運動 體力不太好的 換關節炎的 拿拐杖的 很多都在裡面 大家的這個腿力 我們現在比腿力 對不對 我們這裡講比腿力嘛 每人不一樣 好 好 一進這個電梯 你按85層樓 大家一起到 好 請問坐電梯的時候 那個馬拉松冠軍的 有沒有用到他自己 那個體力去跑啊 去爬樓梯啊 他要不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用 是誰載他們上去的 電梯等同於 奧彌陀佛的佛力 好 如果叫自立法門是什麼 好這些人 一樣這些人喔 開始爬樓梯 好 我問你喔 幾個爬得上去 爬不上去就出不了三界的 第一個 雙腿被拘斷著 躺床上的 抬都抬不上去 還坐輪椅的 你怎麼上去 拿根拐杖 膝蓋 那個關節炎的 你怎麼上去 不要講他們 你要不要上去 以後我就不上去 八十幾層樓 請問你要不要爬 自認為可以爬八十幾層的 現在就舉手 我自認為沒有 可能爬到三層四層就已經很喘 那我阿姨家在五層樓 我阿金說你不要來啊 你不要來 你腳很不好 我怎麼爬五樓 五樓就不行了 八十五樓哪裡有辦法 是不是 好一般的人也不行 除非奧運冠軍的 受過體能訓練的 那個人可以 我昨天說給大家聽了 奧運四年一世啊 一百年的話出二十五個奧運冠軍 對不對 全世界幾十億人口 比例有多少 就是這麼為少 所以在主詩裡面 在櫻光大師很多的主詩裡面 說一中乃至一二 就是一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 兩個人 那你沒有份啊 是不是 可是佛菩薩慈悲就是說 他不是看到最耀眼的那顆心 不是看到金字塔頂端的這些人 他看到是我們這些 沒有能力的人 要讓我們這些沒有能力 乃至沒有 乃至罪惡很深的人 都可以去西方 這個叫特別法門 這個叫藏佛力 這樣聽明白了嗎 淨土法門 不要弄錯 是全障佛力 那麼 如果你要拿自立的東西來解釋淨土 會錯 什麼叫自立的東西 很多人為什麼說他不能生西方呢 哎呀我心不清靜啊 我沒有斷貪稱吃 你普天下去找哪一個斷貪稱吃的 那誰可以去西方啊 是不是 那歐彌陀佛就是說你們這些 沒辦法的 來吧 我給你這個方法 你相信就好 你發願就好 你念佛就好 你就可以來 那你偏偏自己要去搞 我沒斷貪稱吃啊 我沒有清淨心 你說清淨心才可以去 那沒有人 那沒有人可以去啦 那斷貪腦才可以去 那也不用 斷貪腦是什麼 阿羅漢才能去啊 那阿羅漢也不用淨土法門 他自己已經出生死了嘛 是為我們這個凡夫而設的 為我們這些善根不夠 業力深厚的人而設的法門 所以他就是簡單容易 一叫一行道 就是很簡單很容易 你要相信我可以 這就是為我 我只要單純 不要懷疑 我單純的相信 我非常願意 我要去 你就可以去 你念佛就可以去 就這三個條件 一般我們就說 信願行信願行 可是不是我們想的那麼難 譬如說有一個小孩 小孩呢 第一個 他去極樂世界喔 他不是往生去的 他是現生就去的 那麼我要分析的是什麼 小孩有沒有佛法基礎 沒有 他呢還要想玩 想吃想什麼 他心清淨嗎 不清淨 他有斷煩腦嗎 沒有斷煩腦是不是 他什麼條件也沒有 他只是 他媽媽跟他說 欸現在有一個醫生往生喔 那極樂世界非常的好 他跟他形容 那小孩有善根 他很直接了當 我要去 直接了當 聽懂了嗎 就是這麼單純 直接了當 我要去 然後他媽媽說 好好可以 你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他說好我要念 直接了當 他就念了 念到睡著 念到睡著呢 那天晚上呢 沒有夢到極樂世界 沒有去 所以第二天呢 他小孩他跟媽媽說 你騙我 沒有去 然後他媽媽說 你阿彌陀佛念的不夠多 好他繼續念念念念念念 欸第二天真的去了 他呢 他跟他媽媽怎麼講 那佛祖很大尊 來到我們的院子 然後我看到 那個佛祖跟他說 歐彌陀佛 然後他也跟我說歐彌陀佛 然後他說歐彌陀佛 說要帶我去極樂世界 我跟他說我有懼高陣 他就用他金色的手給我一摸 然後注意了 這是咻一下 等一下我還講一個例子 他說咻一下就去了 他說我們家的時鐘 晚上十一點五十九分 我到極樂世界的時候 那裡有個黃金的大時鐘 十二點 我一分鐘就到了 咻一下就去了 欸等一下那個夢也是咻一下 好多的我看好多的例子 都這樣形容 馬上就去 那祖師大德怎麼形容 你在鼎裡佛佛來引你呢 你頭都還沒抬起來 你到西方極樂世界 快不快 快 那麼這是超乎我們人的一個想像 就如同你自己要爬樓梯 你可能爬幾個小時 但是電梯那麼快 這還不足以形容佛力的不可思議 懂意思嗎 仰仗佛力佛力的不可思議 他那麼快把你接引過去了 好他到那裡怎麼樣你知道 這小孩我說他貪嗔痴都還在 他喜歡吃嘛喜歡玩嘛 他說好我媽媽跟我說 這裡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有 我想豬排 沒有 我媽說這裡吃素的 不能想豬排 好三明治 飛來一大塊三明治 哇他說超級好吃 然後想我要吃蘋果 來了一個大蘋果 然後他有一個願望說 我要去買一輛滑板車 好咻 他說馬上飛來一輛滑板車 他就玩啊玩啊玩 然後他說我要去玩那個 可以遊樂世界那種 可以進到水裡面再飛起來 馬上飛過來 然後他說那個水啊 極樂世界的水呢 是巴公德水啊 他說那個水真好喝啊 真好喝 我們這裡的茶很難喝 他說我們這裡的茶很難喝 然後呢 他一進水裡面衣服濕掉了嘛對不對 他就想我衣服濕掉了怎麼辦 馬上換乾了衣服 思衣衣制 思食食制 在經文裡面這樣寫 真正在他的夢境裡實現對不對 你想衣服衣服來 你想食物食物來 因為你剛去的眾生還沒斷貪吞吃 你不是菩薩不是羅漢 你還有這一些的念頭 好你有這些念頭 然後阿彌陀佛也很慈悲沒關係 先滿你的願 你在這裡可以修到全佛 你先這樣慢慢修 好 然後他又去參觀了那個蓮花 他回來跟他媽媽說 媽媽我跟妳講 我看到你的蓮花 很大很漂亮七彩的 媽媽你改名字 那個蓮花也幫你改名欸 他媽媽就是之前不知道叫鍋什麼夾 然後可能可以給人家取名字 改成鍋什麼品這樣 他說媽媽你蓮花上的名字 名字也都改了 然後他就跟他哥哥講 哥哥你都沒有念佛 你的蓮花都是枯萎的 都是咖啡色的 然後你都沒有念佛 這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 真實有地址有地點 是台灣 他們是因為聽到台南一個莊醫師 往生這樣的事情 他媽媽告訴他這個故事而產生 像這個例子還有很多 那因為今天真的時間不多 我是拿這個例子來說明什麼呢 這個小孩你說他有什麼修行 他有斷貪吞吃才去嗎 他有斷滿腦才去嗎 他有清淨心才去嗎 沒有 但是他憑什麼去 他相信 他喜歡 他念佛 是不是這樣 他單純的相信 另外我再給你們講 一個例子讓你不用擔心的就是 一個在苗栗院裡的阿嬤 他的命運淒慘到這個程度 你們沒有人比他不好命的 我講給你們聽 這個是這十年以內的故事 他是2009年往生的 我講的是台灣 而且是十年以內的真實的故事 那他爸爸是最近的故事 都是我們身邊的人 讓你們更能相信 他這個阿嬤是怎麼樣呢 他一出生的時候 他這個爸爸就生病 那以前的人都迷信嘛 會去算命嘛 哇不得了他真的是命運坎坷 一算什麼 啊這個替掃手 什麼咖得背 好 這種一定要在家裡克父 出家克夫 他的一生命運真的也是這樣啊 為什麼 受業力牽引 那個算命的也算得有準 那因為父母愚痴 也不疼愛 我說父母對兒女的愛啊 那跟佛實在差很遠 為了保這個父親呢 不能跟父親住在一起啊 會把父親克死啊 父親再生病嘛 三歲就送給人家當童養席了 送給人家當童養席以後呢 18歲 當然童養席就結婚了 第一任婚姻到25歲 為什麼 這個丈夫呢 又賭又懶種種的 把他親生的一對女兒賣掉去抵 這個賭債 所以他一氣之下離婚 離婚 當時的婦女沒有一劑之長 要回家 父親不讓他進家門 趕他出來 他什麼也沒有 他當時還有一個兒子 還好他有弟弟 他這個弟弟 就是他這一生還好有這個弟弟 他這個弟弟說 那我幫你養兒子 你自己去工作 他能做什麼 煮飯掃地洗衣 他就到這種北部基隆那一帶 煮飯掃地洗衣 做的是什麼 最卑微最低下的一個工作 但是他砍戈到什麼程度呢 這是他第一任婚姻 對不對 那一個人生活 第二任婚姻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很善良的計程車司機 但是可能他的他的業力 真的結婚半年 計程車司機就車禍就死掉了 客死了 好計程車司機死掉了 計程車司機跟前妻有一個女兒 才八歲 他帶著這個不是今生 不是自己親生的女兒 繼續給人家洗衣 到那個瑞芳的這個礦坑去 那裡遇到了第三任的丈夫 這第三任丈夫呢 對他非常的好 不結婚還好 兩人住在一起 同居兩年都沒有事 一結婚沒有多久 礦坑爆炸 這個第三任丈夫就死掉了 第三任丈夫又留下一個 跟前妻生的五歲的女兒 他三任丈夫都死了 帶了兩個不是親生的女兒 又繼續去洗衣煮飯 毫無所依 好 漂泊了相當的時間 好不容易遇到第四任的丈夫 第四任丈夫是跑船 做這個大副的那一種的 那人家跟他說 這跑船沒有經常在家裡 可能不會客死吧 那你就嫁給他 因為他 因為他呢 實在是很苦 一個人要養兩個 這個不是自己生的女兒 所以他跟他結婚 剛開始都沒有事 他也對他很好 結婚了好不容易 17年 可是等這個大夫一退休 一退休 退休就住在一起比較多了嗎 退休半年 就猛爆性肝炎又死掉了 這樣的一個命運 這樣的業力 好 那麼他經歷到這個時候 他已經六十幾歲了 他因為沒有佛法 他很痛苦 他哭瞎了雙眼 在他61歲左右 眼睛瞎了 這個時候病痛纏身 就是我們講的全身都有關節炎 又有糖尿病 這是一般人很容易有的毛病 你想他這麼操勞之下 一定病痛纏身 病痛纏身 眼睛瞎了 沒有辦法治理 好 他這一輩子還好 就只有這個弟弟 真正的關心他 那真正的關心他 他們就把他的 兩個不是親生女兒 已經嫁出去的 帶回來說 陪伴他 但是他沒有佛法 因為哀怨嘛 哀怨就會念啊念念 女兒 連女兒都受不了要搬出去了 好搬出去怎麼辦 他眼睛瞎了 他們只能每天打電話問候 以及就是這個女兒呢 他們早上呢 到他家裡去 把食物放在電鍋裡面 就是他沒有白天黑夜 因為他眼睛看不到 他也沒有辦法看時鐘 他就是感覺肚子餓了 就摸索去電鍋裡拿東西吃 他過的是這樣的生活 那一直到七十幾歲 他弟弟的女兒 學佛 這弟弟的女兒跟他說 阿公 你那個我拿念佛機給你聽啊 你一邊聽 你要不要一邊跟著念佛這樣子 他沒有排斥 但是沒有真的念佛 因為他那兩個女兒呢 都是信別的教的 就不喜歡他聽這個念佛機 那他這個侄女還是這樣勸他 轉機到什麼時候呢 到他弟弟往生 2006年 這個弟弟生病往生 他非常痛苦 因為他沒有佛法 他甚至用頭去撞棺材 為什麼呢 他說 我這麼命運坎坷的人 我這麼該死的人 我為什麼活在人間 那你這麼好一個人 照顧我的人 你怎麼可以比我早死 這是很一般人的痛苦 一般人的煩惱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講的 他是代表非常一般中下階層 以及我們一般人 沒有學佛的人 觀念的人 是不是這樣 好 那他子女還好有智慧跟他說 說阿公 你喔 不要這樣傷心 我爸爸沒有 不是死掉 我爸爸是去極樂世界 如果呢 你要見我爸爸 那你要去極樂世界 他就只有這一念 因為他一生唯一 可以讓他依靠 只有這個弟弟 他說好 我跟你講跟小孩一樣 你們聽我分析 他當下就說 好 我要去極樂世界 因為我要去見我弟弟 他不是說 好 我要去做佛 我要去做菩薩 我要發菩提心 不是 他沒有這些概念 他說好 我要去極樂世界 我要去見我弟弟 然後 他就 他子女又再一次拿一個念佛基 他說阿公 你喔 整天 你就早晚至少每天要這樣跟著念喔 他就播出來 然後他念的時候 你就跟著南無阿彌陀佛這樣念 那他也不可能念得很精進 我要講的是 他沒有念得很精進 為什麼 因為他眼睛殺了 年紀大了 那還要生活自理 他一天有多少時間能念 就是可能播 有念有念 有比以前精進一點 因為他想去極樂世界 就只有這樣 過了三年半 到2009年 11月的時候 他們都認為他的這個 大概得了精神病了 因為他 跟他這個子女說 你怎麼那麼久沒有回來看我 阿彌陀佛來常常來看我 好多次我要回去了 他的子女很奇怪 勸他念佛的人 竟然不相信說 糟糕了 老人失態症 他這些女兒 也帶去醫院檢查 真的帶去醫院檢查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是帶我來檢查什麼 阿彌陀佛 你叫我念佛 你如果不相信我告訴你 他替自己安排所有的事情 他跟這個小女兒說 你去給我買新襪子 還有新鞋 他小女兒給他買的皮鞋 他摸一摸 他說不是 我不是要這個 我要補的 然後後來呢 他這個子女給他買了一雙 繡花的布 布的繡花鞋 他摸一摸說 對對就是這個 然後又跟他小女兒說 我齁 我有一次我最愛的衣服 你都知道 你要給他放在我身上兵 不然我臨時要穿我的手帽 然後又 就說他不是有一個兒子嗎 他兒子後來在做廚師 他說 一直要叫他們回來 沒背負 那他說年底 年底廚師的生意最好 那沒辦法 就回來的時候 他就跟他兒子都交代好 他說 他說 我這間家 要給你們收賣 因為他很照顧我 我的現金 給你們大收賣 因為你都沒有阿姨錢 你不要嫁交 等於說 他沒有給他任何東西 還要讓他交代好 我要揮花 我的骨頭符 要跟他阿姨 就是他弟弟 要放在一起 然後 他這個 他這個孫子 就是他兒子的 他兒子的兒子 就剛好年底要結婚 就跟他說 阿嬤 我年底要結婚 請你來坐大尾 他說不會有了 我要對阿彌陀佛去 沒關係 你結婚我才來看你 他們都不相信 而且認為不吉利 這個兒子要結婚 你給我講這種不吉利的話 阿彌陀佛要來帶你 沒有人相信他 我要講的前提是 沒有人相信他 他也不在意 然後 到12月8號早上 他們一樣 早上又拿食物 要放電鍋的時候 發現他沒有氣息了 然後趕快通知這個子女 這個子女去 他說他非常感動 怎麼感動呢 他看到他的一生 這麼悲苦的阿公 他自己的頭梳得很漂亮 他說頭梳得很乾淨 換上那一套他最喜歡的衣服 穿上新襪子 新的繡花鞋 手上拿著 他送給他的念珠 然後這個念珠 這個手呢 緊緊靠在胸前 然後面容非常非常的安詳 他給自己安排好 在沒有人助念 沒有人相信他 沒有人送他的情況下 到極樂世界去了 欲知實至 好 我們這個例子非常好 非常好分析 這是一個瞎眼的老太婆 那陰光大師 那陰光大師曾經有說過 就算盲龍陰雅 一樣可以往西方 阿彌陀佛 絕對 絕對不會嫌棄你的 你到西方 就是納羅岩 三十二項的金色深 金色深 你雖然這個時候是 所以她是瞎眼 她是瞎眼的老太婆 她不認識字 她的命運坦坷 她念佛也不算很精進 她也不算斷煩惱 對不對 還跟女兒會吵架嘛 對不對 還有最喜歡的衣服要穿嘛 是不是 好 可是她欲知實至往生西方 她憑的是什麼 她就很單純的相信 她很單純的相信 很單純的說 好 我要去生 我要去歐蜜陀佛 我要去跟我們弟弟做會 就跟那個小孩 她很單純的相信 好我要去 因為聽到極樂世界那麼好啊 想什麼有什麼 我去那裡盡量想玩具 全部都飛來了 是不是 但是歐彌陀佛的死背到這個程度 你相信 你真相信 你發願 你念佛 真的讓你來 你要相信 是這樣的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我相信這些 是視線給我們這些 很聰明的凡夫 我們都聰明反被聰明誤啊 我們不是有智慧啊 我們那些亂七八糟的雜念 自以為聰明 障礙了自己 往生西方啊 好 所以 現在網路發達 請你們不要隨便看 請你們不要隨便聽 要以經典為證據 以祖師的說法 祖師我講的是淨土中的祖師 最好是善導大師 他是 歐彌陀佛再來的 好 印光大師 大師之菩薩再來 絕對不會誤我們 絕對是為了讓我們往生西方而去的 好 所以我現在問你們 你們在座命運比這個 瞎眼老太婆坎坷的 請舉手讓我看看 嫁了四任丈夫 克死了三個 還有養了兩個女兒呢 都不是自己生的 親生兩個女兒被賣掉了 自己的兒子 親生兒子 一輩子沒有辦法在身邊 因為養不起 弟弟代養 生病 全身都是病 眼睛又瞎掉了 我們沒有人比他慘 我們沒有人夜比他重 我們每個人都業力比他輕 對不對 好 你們聖根比他深厚 因為你們學佛比他久 你們懂的教理比他多 你們念佛念的比他多 他能去 你為什麼不能去呢 對不對 我說的有得力嗎 好 八婆姐有得力啊 對不對 有得力 你看 連弟弟都說有道理 你看 他也慌慌了兩聲 他就能去 你為什麼不能去 是不是 一定會說 我能去 那我能去的前提之下 我就是 念念 都是佛念 當我一心要去 極樂世界 我把娑婆世界的 就會放下 我不會分別 我不會計較 我不會去在意 是不是 我自然而然 我的心都要向往極樂世界 那麼這個娑婆世界的你 計較做什麼呢 那你那麼愛娑婆世界嗎 蛤 你還計較 這個人為什麼對我這樣 你要去極樂世界的人 幹嘛計較別人對你怎麼樣呢 是不是 所以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 你要相信門檻就是這麼低 阿彌陀佛為我們而設的 有這麼多的人 表演給我們看啊 你要相信 那麼你要好好的 專一 記我這一句 專一的念佛 你不用拜禅 就算你不用拜禅 不用誦經 你就一句佛號到底 你就可以去西方 我說過了 不是經典不好 是不是 我早上說的 這些經典了不起啊 如果你能夠 這個像那個華言祖師 清涼祖師 清涼國師那樣 華言經送到那種程度的 開悟正果解脫生死 你盡量多送 問題是我們做不到 不是這些經典不好 不是燦文不好 都好得不得了 這都是 這時候釋迦牟尼佛的教法 都是祖師的一些教法 怎麼會不好 是我們做不到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把握在我們聖余的時間裡 專心又專心的 念佛一心一意的求生 極樂世界 讓我們到極樂世界 你什麼都會成就 三藏十二步驚 你馬上通達 你見了歐彌陀佛 何愁不開悟呢 你沒有修禪宗 你是開悟的 你比在這裡人家修十輩子還快 你去了極樂世界 你就開悟了 你就正無聲法人 你就是不對喘的菩薩了 你要擔心什麼呢 我們的時間幾十年而已 我用這二三十年 拼的超過它幾萬劫 太划算了吧 這世界沒有這種划算的事情 所以這個叫特別法門 特別法門 折扣已經打到零了 是不是 我今天打折 不是打三折兩折 我零折 零折你都不來 還懷疑 那不是什麼啊 這是騙人的喔 是不是眾生就是這樣 這麼好要給你 你還懷疑 哎呀真是忘恩負義啊 姑父 真的真的 在印光大師有一次給人寫信 這主師啊 標準很嚴格 這老太婆呢 發願要去求 就是她念佛不求西方 她就發願要求未來做人 她兒子很擔心嘛 就說師父啊 你給我媽媽開示一下 她寫了一封信 她說我跟你素妹平生 她寫得很徹底 我幹嘛騙你這個老婆子呢 她寫了這些這些 我已經這麼辛苦跟你講 如果你還是不相信 你還是要求生 這個未來在做人呢 你就忘恩負義 我說哇 這樣都忘恩負義 那普天下多少人忘恩負義啊 對不對 辜負佛恩啊 真的 所以佛恩無法報 除非如果你修成就常報佛恩 婚迷齁 你不要擔心 你婚迷也會去西方 如果你真心切願 被急救也會去西方 這個有證明 還有善導大師有說 不問罪夫 不問什麼 不問外緣 外緣就是你外面的條件 我們會很害怕啊 我業重現前怎麼辦呢 我兒子不聽我的話 把我送去急救 電擊啊 插管啊 對不對 那當然聰明 我預先講好 我錄影存證 律師公正 醫生講好 不准給我急救 現在還是有這一套 可是 即使是 這樣你有真心切願 歐彌陀佛的決定來接 因為這裡有一個真正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他呢 我們證明說 他昏迷了 但是我們看起來是昏迷 可是他的神事不是昏迷的 因為他昏迷23天 他是當時呢 是到馬祖去當兵 他馬祖當兵是管那個彈藥 彈藥控的 結果那一天不知道怎麼樣 彈藥不知道怎麼爆炸 他被炸得看起來像死掉了 因為全身都灼傷了 他也都昏迷了 也都不能講話 只是還有呼吸 所以就送到醫院 那送到醫院的時候 他的神事脫離身體 因為他媽媽是念佛學佛 可能跟這個有關 他神事脫離身體呢 他看得很清楚 他說所有醫生的對話 他都知道 所有醫生的對話 在研究說 這個要不要送去台灣本島 我們這個醫療設備不好 有一位醫生說不行 他就快死了 那麼這麼虛弱 怎麼送呢 種種的 最後他還是被送回台灣本島 可是他一脫離肉體 你知道嗎 我們凡夫是最沒有神通力的 他一脫離肉體 就產生了些微的神通 什麼神通呢 他看得到 譬如說這個有牆壁 就是不再是一個障礙 他看得到隔壁醫生 給那個女病人開刀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然後樓上樓下 就是上面下面隔壁所有四周圍 他都看得清楚 而且真的就像我們說鬼會穿牆 確實他是神式 就是這樣 他可以穿 而且有一個特點 他呢 他馬祖那些兄弟 那些兄弟 因為知道他這樣嘛 那他們就是包粽子的時候說 哎呀這賴某某啊 如果他們發生這個事情啊 今天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吃粽子 他們一講賴某某 他的神式馬上飛到馬祖 他在台灣的醫院 他的神式 當下 他的名字講完 他就出現在他們面前 只是他們看不到 好 那我看到這裡呢 也是得到一個結論 有沒有那個法師 也是下頭上的結論 這只是一般的神式而已 鬼而已嘛 一般這樣講嘛 都有這種神通力 那奧彌陀佛 你喊他他不會馬上來嗎 各位 各位 萬一不上你喊他他會馬上來 他們的神通力 不是你能想像的 他說在馬祖 他就馬上飛過去 然後呢他昏迷23天 他說其中三天呢 聞到非常非常非常香的味道 後來因為醒過來了嘛 因為他媽媽呢 他媽媽是念佛的人 學佛的人 有感念說覺得兒子出事 但是軍方封鎖消息 所以呢 他們打電話去軍方呢 軍方都不告知說 他這個兒子出事 然後他就去請教一個法師說 怎麼辦 我覺得我兒子出事 可是我們打電話去軍方 都不告訴我們 他說你沒有其他辦法 你就是一心念佛 你就是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 回上 他說自然可以消災免難 當時那個法師這樣教他 自然可以消災免難 所以他媽媽呢 就買了最好的檀香 他說用三天的時間 他買最好的檀香供養佛 然後呢 他就非常虔誠 那三天非常專心的 一直念佛 他媽媽在點檀香的時候 是在家裡對不對 他是在醫院 他媽媽也不知道 他在哪個醫院呢 但他在醫院 聞到了那個香的味道 所以 你說我們在這裡供養佛的香 可以飄到西方嗎 活物是要為納售嗎 這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我們人做不到 我們人難以想像 因為人的世界很多的障礙 很多的障礙 我們人真的非常有限 很多的障礙 所以呢 他經過二十三天之後呢 他醒過來 那醒過來呢 醫生的名字 當他會叫 醫生說我們出世界 你怎麼知道 如果二十幾天 都聽你們互相在叫 我怎麼不知道 你都叫來叫去 我都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 因為 看起來他是昏迷的 對不對 可是他的神事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所以當一個人陷入昏迷的時候 也是繁顧肉眼 你看不到他的神事 你怎麼知道 阿彌陀佛沒有來接呢 假設他生平的時候 身心切怨念我 他只是 夜而易必須如此去還 你怎麼知道 阿彌陀佛沒有來接 阿彌陀佛沒有來接 因為我們其他還有例子 還有證明 還有在美國 也跟醫生生活 那個很長 那個也是真的很了不起 也是 幾乎是昏迷了 但還是接走了 而被急救也是一樣 你有那個業力 他最好是自己 當然我們自己 趕快平日念佛 念到你盡量的一個宵夜 可是我們是說 假設沒辦法 你那個業要不要還的時候 如果你性願堅定 你平時的性願非常堅定 你念佛 那個時候佛還是會來接你 這是我們 固定的 而且是經過求證的 有已經陷入昏迷 癌末 一生沒有學佛 沒有念佛 只是他的外孫女 回家 他已經在昏迷了 迷留了 所有的家人都等著 要做後續的時候 他念一句 沒想到 他說沒想到 迷留之中的阿嬤 竟然只對阿彌陀佛四個字有反應 他是昏迷的 但是他竟然能念阿彌陀佛 他就一句一句一句 結果念了 一整個 譬如說中午他連中餐都沒遲到 下午的時候 他突然間他阿嬤說 來了來了 就是他是昏迷 昏迷 他說來了來了來了 三次來了 然後這個 這個很興奮的表情 那他心裡想 這麼快阿彌陀佛就來 可是我這個故事要告訴你們 他很懊惱 他做錯誤的判斷 不要隨於世俗之情 他想說 阿嬤要走了 那都是小舅舅在照顧 我必須下去告訴他們一生 阿嬤要走了 他這一念的決定錯誤 誤了他阿嬤 怎麼講呢 本來阿彌陀佛要來接了 然後他叫這些 小舅舅這些人來 阿嬤啊 你不能去啊 什麼人又在路上還不來啊 找一個親子還要來啊 你就要等啊 不能去啊 很多人這樣對不對 好 親戚來了 一個一個到面前 請問這些親戚到面前 道別是害人啊 啊 貓咪人啊 怎麼說話 有沒有用 這些念頭 這些講話 動了他阿嬤的情質 他阿嬤本來就沒學佛 本來就沒善根 動了他情質 好 這些人都走了對不對 他開始 阿嬤我們再來練不 不念 好再來怎麼樣呢 他阿嬤開始喊 那阿嬤啊 那在路上 應光大師的開示你們去看 假設你在這個時候沒有佛念 沒有仰葬佛力 那麼就是你自己的力量 請問凡夫是什麼力 我們有很強的力量 我們也有力量 我們什麼力 夜力 我們最厲害了 我們有夜力 我們沒有其他的力 這個時候就你的夜力現前 夜力現前就這樣喔 我告訴你 然後他接著喊 然後說 醉醉醉醉醉一直來啊 然後接著又喊 有火啊火把給他燒 不要 以他的例子 就是大家的例子 真的是這樣 夜力現前的景象 當你一個沒有修行的人 沒有仰葬佛力 臨終的人 真的是這樣 他沒有喊出來 你不知道他正在經歷這些恐怖 因為他的善惡夜一起現前 人臨終沒有仰葬佛力 善惡夜一起現前 在現前的時候 就是會有這些景象 他喊著火啊水 所以他是 他這個外孫女很好 他是個學佛的人 他說我大聲唸佛 因為他阿嬤不會唸的 他說我大聲唸唸唸唸 唸了半個小時 他阿嬤的情緒才平穩下來 也就是說 這些夜力的景象 才慢慢慢慢的 有點消除 好 然後他繼續唸 繼續唸 後來他阿嬤又跟著要唸 夜障又來了 千萬不要以世俗之情障礙一個人去西方 你們要記我這一句話 第一個 他第一個錯誤是什麼 去叫了那些親戚做不必要的干擾 導致於阿彌陀佛要接 沒有接走 是不是 而引發他的業力 第二個錯誤是什麼 他的媽媽來吹他 說 你有孩子要鼓勵 快坐火車回去 他心裡很掛礙 他說我還沒有完成 我要念佛 要讓阿嬤去西方 他很掛礙 但是 他還是接受他媽媽的建議 還是 還是 坐了火車回家 坐了火車回家以後 回到家接到媽媽的電話說 你阿嬤很奇怪 這不是好消息 他說他心裡五味雜醇 為什麼會好起來 當你沒有被接走 念佛有沒有消夜呢 念佛可以消夜 可是再延寿命多久呢 三個月 可是三個月後如何呢 三個月後是小舅舅在照顧對不對 三個月後如何病情 急轉直下 被送到醫院怎麼樣 插管 腫腫 好 快要斷氣到家裡把管斷氣 你說他會去哪裡呢 當時 歐彌陀佛來了 假設 假設跟著走 今天西方多一尊佛了 但是他要去輪回多久呢 所以這個例子 要身為警惕 身為警惕 不要以世俗的煩情 去障礙你一個親人 一個朋友 可以往生西方的殊勝因緣 把所有的世俗都放下 那些都是障礙 你要極力的送這個人去西方 在淨土訪門當中 很多人就是沒有信心 非常的擔心 我不能去 然後這個懷疑一直存在呢 你真的不能去 因為與佛不能相應 所以我在這裡 一定要說清楚 把一些真實的例子 證明讓你們能夠安心放心 那我們今天呢 剛好有講那個 我們當事人的主角秀梅在這裡 秀梅是公管國小的老師 也很歡喜這幾年呢 剛好有接到緣 那他爸爸的情形是這樣子 他爸爸是 去年是89歲 那89歲的時候呢 他有跌倒過一次 那一次後來好了 那可是又經過幾個月之後 他又跌倒了 又去撞到 那那一次呢 他們就是看起來是外傷 那他們把他送到醫院的時候 醫生說不行了 因為裡面呢 已經有血塊 如果沒有馬上開刀的話 會變成植物人 所以他們當時覺得很緊急 在這種情況下 也沒有徵求他爸爸的同意呢 就馬上進行這個開刀 就是取腦部的這個血塊 那進行開刀之後呢 這個在加護病房呢 這個病情就一直急轉直下 為什麼呢 他們看到他爸爸他的形容是 他子女很不忍心也很無奈 可是幫不上忙 因為看他爸爸臉都很痛苦 而且常常就是會這樣摸頭 等一下我們可以請他再補充 就是知道說他可能是頭很痛 很痛苦的這種狀態 那他們到農曆過年前的時候 跟醫院商量呢 就是說讓他過年嘛 就讓他回到家裡這樣子 那回到家裡之後呢 後來是因為又排不出尿 又排不出尿 又進了醫院了 又進了醫院 那這一段時間 秀梅他有做的是什麼呢 他有拿了一個念佛機 因為他爸爸呢 也沒有學佛 也沒有念佛 而且就是 那一段生病期間 應該算是沒什麼意識的 是嗎 幾乎可以說 我現在要講的是這樣 昏迷還是會接引 他幾乎是沒有意識的 幾乎沒有意識 然後只是呈現這個痛苦 然後他能做的就是 他有放這個念佛機 念佛機大部分是 放觀世音菩薩聖好 他這個例子 在今天觀音菩薩聖誕來講 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觀音菩薩呢 是歐彌陀佛的一個輔助大師 他就是尋生救苦 在接引所有的眾生呢 替歐彌陀佛接引所有的眾生 也回歸到極樂世界 所以他大部分放的是觀音菩薩 當然裡面呢 也有歐彌陀佛的聖號 然後呢 他們如果有去 就會在病床旁邊呢 也幫他爸爸念念觀音菩薩或念佛 但是這個為數都很少 我所謂的為數很少 就是並不是念的很多 那麼一直到什麼時候有轉機呢 他正月初四 因為正月初四那一天他來了 那你們都有參加賴夜都知道 我們有提供那個觀音靈感籤師 那他很孝順 他為了他爸爸這個病情 給觀音菩薩抽了籤 確實是下下籤 那當然在旁邊的這個法師啊 就我們的師兄弟呢 師父們他很慈悲 跟他說這樣吧 你跟觀音菩薩呢 在祈求你自己看你的方便發願 你一天呢 要念多少的佛號或觀音菩薩的聖號 回上給你的爸爸 然後你講完之後再抽一支籤看看 那麼秀梅他當時發願就說 一天念五百聲的觀音菩薩聖號 其實數量並不多 對不對 好五百聲觀音菩薩聖號 他就這樣發願以後再抽籤 這支籤還是下下籤 但是籤師的內容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他說他忘記是第幾籤了 但是內容的意思就是 他還是下下籤 但是會蒙佛菩薩護佑 那你現在回頭來看 是不是觀音菩薩的籤師非常的靈感 怎麼樣的靈感呢 是下下籤沒有錯 如果你以外向來說生命還是結束了 但是這個生命的結束 跟你沒有念佛回上截然不同 雖然一樣生命結束 去處不同 重點是在這裡 這個是這一期這個色身沒有 但是神是去的地方截然不同 那他呢說轉變在什麼地方 從那一天回家以後 他每天念五百聲觀音菩薩聖號 回上給他爸爸 他說很奇妙 他爸爸產生了很大的一個轉變 就是原本那種痛苦 那個沒有了 而且他說臉色轉為紅潤 只是晚上呢 還會咳嗽 就是從他正月初四 一直到他往生二月初二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都是處於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看起來都沒有痛苦 臉色紅潤 只是晚上有咳嗽 那麼他們請外勞再照顧他 那那個往生那天也算很好去 他外勞就說 那個他爸爸呢 就流很多汗 流很多汗 那他就不斷幫他擦汗 就在幫他擦汗的途中 他爸爸就走了 然後因為 秀梅不是說學佛很久 不是像我們很多的老居士知道說 在往生的這個當下呢 馬上寫牌位種種 他把喪事都辦完了 都辦圓滿了 到農曆 他二月初二往生 十天後 二月十二 那天是三月二十八呢 他在賴A呢 就上我登記了 他爸爸清明節的大排位 一支 還有他媽媽往生比較多年 也一支 我記得是早上八點多傳過來的 然後他去匯款 大概早上九點多的時間 好 我要講的是這個 分析給你們聽 那麼這一天 就在這一天的晚上 這一天早上登記的 這一天的晚上 他的先生 是完全不信佛 不學佛 鐵齒之人 不信的人 他先生就做了這個夢 我剛才說的夢 他就是夢到他爸爸一個人 做專機 做專機 然後呢 一道金色的光來 咻的一聲 他爸爸到極樂世界 然後他問我師父 是不是我爸爸來通知我 他到極樂世界 肯定篤定是的 然後我昨天問我們的義工說 你們誰這一輩子 一個人做過專機的 也沒做總統 也不是富豪 誰能做專機啊 對不對 奧彌佛用一個專機秀的一聲 把他送到極樂世界 在那個當下 他只要啟念相信 他只要說我要去 就可以去 就是那個晚上就專機送去了 現在去成佛了 他不是一個魂了 是你要恭敬尊重的一尊佛 未來佛 真正的未來佛了 這是秀美的例子 他爸爸的例子 我要分析的是什麼 要去極樂世界有這麼難嗎 有你想的這麼難嗎 沒有 沒有 他一生有沒有學佛 有沒有歸依 有沒有吃素 有沒有念佛 有沒有斷煩惱心清淨啊 沒有啊 當然是沒有啊 是不是 好 那麼又呈現 從進家戶病房 開到進家戶病房之後到往生 呈現的都是 一種昏迷狀態之下 竟然可以往生西方 佛力不可思議 佛的悲心願力 你難以想像 佛是沒有分別心的 今天早上送普門品 你看普門品的菩薩的願力 跟 歐彌佛一模一樣 菩薩說 你看那個我們唱那個戰記 有沒有 他說你加索簡細其身 有沒有念到經文說什麼 不論有罪無罪 我們眾生會分別啊 這個沒有罪的當然要讓他感應啊 好人啊 要救啊 那有罪活該 去多關幾年 眾生是不是這樣 菩薩不一樣 菩薩是只要救你 現在你雖然造業 但是你有佛性 他看到的是你原本的佛性 只要你願意 我救你 你來修 你就可以 還是修成佛 佛菩薩是這麼看我們 這個那種感動你難以形容 像釋迦牟尼佛 他在經文裡面 別的經文裡面 他寫他看說 身界一切是我所有 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我子 歐彌佛也是這樣說 所以我們說 我們是佛的孩子 我非常用佛子 非常喜歡用佛子這個字 來形容 我們真是佛的孩子 佛是這樣來看待我們 不是只有以父母之情 那是遠超乎其上千萬億倍 沒有分別只為救度你 你難以想像他的威神力神通力 歐彌佛是修了多少時間 滿足他的願力才成佛的 他發願 眾生只要願意至心信樂 欲生我國乃至實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他今天有沒有取正覺 他今天有沒有成佛 有表示這個願力可不可以成就 用這樣反正回去 這個願力絕對可以成就 你為什麼不相信 好地藏菩薩發什麼願 你們都會講 地藏菩薩發什麼願 地藏菩薩發什麼願 事不成佛 地藏菩薩今天成佛了沒 今天還沒啊 還是地藏菩薩 所以反過來說 地獄空了沒 就是我們地獄沒有空 他不能成佛啊 因為沒有圓滿他的願力 懂意思嗎 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等地藏菩薩真正的成佛 就是地獄空了 滿他的願了 他的這個願行圓滿 他才可以成佛 那歐立陀佛當時發這個四十八願 尤其這個第十八願 我剛才念的 這個就是說 他滿了這個願 足夠功德力 足夠承擔這個願 他才成佛 我剛才用電梯做比喻 那還不足以比喻 他替我們承擔 為什麼說不問罪服 不問功夫高下 不問什麼 我分析給你們聽 這裡面的人角力大不相同 有奧運冠軍的 有關節炎的 有坐輪椅的 有躺在床上的 這樣子的程度各不相同 差這麼遠 可是同樣到達 所以有沒有問你的功夫高低 沒有 有沒有問功夫高低 沒有 是靠佛力就不問功夫高低 懂這個意思嗎 是這樣讓我們起信心 但是善導大師說 當你相信了之後 避此一生 就是這一期生命結束之前 要非常的專 又副專 所謂的專就是我沒有變異 我這一念 從我現在到我往生為止 我就是相信 我發願 我念佛 我不改變就叫專 懂意思嗎 不是那種很艱難的 喔真的一心 那我們做不到 你就是很專 我沒有改變 我從現在 一直到我往生 這一期生命結束之前 我都沒有改變 專 副專 那我一直意念佛 因為佛的功德 你越修 你會越感恩 越發喜 我自己在看資料 我都非常感動啊 我都非常發喜啊 真的是這樣啊 你看我修學佛法 比你們久很久了 是不是 我出家都超過三十年了 是嗎 所以我 但是我在看這些 經文的時候 我在看這些 祖師大德內容的時候 我看得非常的感動 越深入 越了解得越深 你越感受越深 越感動 你覺得那種悲心願力 不是你能想像 所以就是這個法門 為什麽為我們開這個法門 你必須往生到西方以後 由於你一到西方 在那個環境以及佛力的加持之下 你馬上可以消除無量的罪業 你馬上可以修為一直一直的往上 直至成佛 所以是一個不用輪迴的保障 是一個為我們這些沒有善根的人 所設的一個方法 假設你今天要學淨土法門 你不求往生西方 你動念我求來世的人間福報 那抱歉你去不了 因為與佛願不相應 與佛願不相應 所以英光大師一再的說 千萬不能求人天福報 乃至於你們不能發願 我來生同真出家得欲明師 德大總辭 義文千物 弘揚佛法 土度終身 聽起來很迷人 他說連這種願都不能發 因為我們不需要再來人間 你就是要到西方直至成佛 這個觀念要弄正確 還有 英光大師的這個很多的開示裡面 跟善導大師幾乎都一樣 善導大師是歐彌陀佛再來 這是大家所公認的 他念佛 念一身佛 那個放一個光明 念一身佛放一個光明 我之前有分享過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就是善導大師的故事 為什麼 他當時在長安的教化太偉大了 滿城斷肉 念佛的人不計其數 我們有一句話 叫這家家 什麼 戶戶彌陀佛 家家觀世音 就是指善導大師 那個時候的教化 是唐朝唐初 善導大師 教化長安城的人民 而導致的現象 才有戶戶彌陀佛 家家觀世音的現象 以及滿城斷肉 幾乎所有人吃素 滿城斷肉之後 最稱恨的是誰 屠夫 所以有一個姓金 金成的金的屠夫 他拿的刀準備 太可惡了 竟然沒有人要來買我的肉 他打算去殺 善導大師 他打算去殺 真的拿了屠刀 可是由於善導大師的威神力 以及神通力 因為描述記載 他來到他眼前的時候 善導大師往西方 我們的西方在這邊 往西方一直淨土向線 就是往西方的天空一指 所有淨土的景象 陷在他的眼前 那麼你看到淨土的景象 陷在你眼前 這個屠夫的善根顯發 他相信了 由於親眼見到 因為你要度這樣子的人 你要用非常之法 所以這個時候 才顯現神通力 往西方一指淨土向線 所以他把屠刀放下來 他說我願意去 我要念佛 那麼他怎麼又願意去 很猛力的要願意去 因為他猛力的稱恨 再要修行也變成猛力要修行 他就到善導大師那個寺院的門口的樹上 他就上了樹上 就念佛發願說他往生西方 請阿彌陀佛來接他 就跳下樹而亡 他這個不算自殺 為什麼 當時現場非常的多人 看到化佛 化佛 從他這個地方 頂門的地方 接引他的神士 經文叫天童子 本來我也看不懂 什麼叫天童子 我們沒有這個說明 就是神士 就是我們的神士 看到化佛接引他的神士 直接接到西方 那你說 當時這樣的印證的例子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善導大師那個時代 非常的了不起 度化無量無量的人 念佛往生西方 而感應不計其數 而且他有一次跟一個法師辯論 譬如說在 一樣我們這個佛堂 他很直截了當的說 假設 淨土法門 他是講這個淨土法門 假設諸佛光言 讓我現在馬上墮地 我馬上墮大地獄 假設諸佛不妄言 現在滿堂放光 他有這樣的把握 他手一指說得佛像放光 你說他不是奧彌陀佛 誰有這個力量 好 因為用這樣的一個力量 折服了這個跟他辯論的法師 所以這樣的一個善導大師 他不斷不斷地安慰我們 他告訴我們說 就是這麼簡單 你們為什麼要自設門檻呢 你為什麼要自設往生西方 要這樣要要那樣要那樣 我昨天還分 分享了很多 就是這個人家問我的問題 就是說那個助念團的 現在助念 都是在恐嚇人家都沒有助念 為什麼恐嚇呢 某某人啊 你平常念佛念得很好對不對 可是呢 現在這個時候是最關鍵最重要的時候 你現在如果沒有義心沒有專心呢 你就去不了啊 你一定要把握這個時候啊 有的人正在生病啊 有的人已經發高燒了 有的人種種 你這個時候能安慰他嗎 我跟你講 觀無量受佛經 你去看下品上生終生下生 尤其是下品下生 他說佛說的經文 你們可以去看 有四個字 種種安慰 種種安慰 未必稱念佛名 念一生佛名 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就是觀無量受佛經 這個地方說出來 你要怎麼安慰他 你要告訴他 還有這裡給你們一個觀念 你不要擔心你的臨終 你往生不是決定在臨終 我們都認為是臨終 認為要別人助念 不是的 你往生決定在你平日的 深信切願跟念佛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說 你平日深信切願念佛 乃至於你有業力 就算你有業力獻錢 真的 你要用那樣去還 你昏迷了 乃至於你被急救了 由於你深信切願 歐彌佛一定來接你 這裡可以打包票 有印證的 因為今天沒有時間說 有印證的 你不用擔心 所以要往生極樂世界 不是臨終別人送你去 沒有人可以有力量送任何人去西方 唯有歐彌佛的願力 歐彌佛的接引 才有辦法把人接去西方 注念只不過是 讓他意念起歐彌佛 讓他的心念 意念起歐彌佛 然後相應感得 他平日的這個深信切願 敢得歐彌佛來接引 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 不在於 不要在於 那最後那個 不是在最後 在你平日 在你平日 你平日深信切願念佛 歐彌佛絕對接你 我們要相信 他絕對接你 你根本可以把這種 不放心這種懷疑給放下 那麼 去給人家注念 安慰他 種種安慰 某某人啊 你看你平時呢 發願這麼懇切 信心這麼堅強 念佛念這麼多 歐彌佛早就在等你啦 那麼歐彌佛絕對來接引你的 現在呢 你能念佛跟我們念 你不能念佛也沒關係 就躺著聽就好了 歐彌佛決定是來接你的 你就放心安心放輕鬆 你要給人家種種安慰 因為一定會接的 萬法唯心造 也可以套用在這裡 可是我們不用通圖法門的教理來解釋淨土 是因為他特別法門 這是歐彌佛的願力 所以你不要擔心你臨終的狀況 你要擔心你現在 你有沒有深信切願 你有沒有好好念佛 你只要有 你就要相信 你可以去 那今天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我做一個總結 這個總結 就是你們要記得淨土法門 就是這個釋迦牟尼佛 歐彌佛慈悲我們 我們這些業障很深重的凡夫 我們靠自己的力量 沒有辦法解脫生死 我們沒有辦法爬85層樓 因為我們也沒得到奧運冠軍 那是菩薩羅漢他們才有辦法 為我們設的電梯 你只要坐上去就可以到了 不要懷疑 這電梯沒叛移 也沒有地震 沒開中就直達的 這個電梯是保證的 所以你只要進去你就到了 好嗎 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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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